大多數人都認為台灣咖啡是日記時代才開始前的 不過最近在國興香港 所以看到各種台灣的立宿問題 也真是對我來公布 其實未清條就認真了 這是釘日昌索尼的 府邦開山上後章程裡面的第16條結錄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要找 折避風山坡種植茶葉棉花銅樹檀木 以及麻豆咖啡之暑 所以那時候他就是講的種咖啡的是其中一個 對咖啡的講法有很多 國際香港所錄金庫長順目連表紙 若是最少了解 就知道台灣咖啡的立宿很高等 也很適合咖啡的財政和行動 也希望透過文憲資料來改變大家鼓勇的觀念 而且當時的咖啡 會比 被認為比皇帝所喝的這個龍團茶 還要來的高級 還要來的價格還要比較高 這是很有趣的故事 台灣雄恩樹在進咖啡的地方 公所目前還在進行研究 順目連表紙 國際香港基盤台灣咖啡座 今年已經第11年了 也希望透過文憲資料的研究 讓大家在咖啡座中有不同的體驗 來到我們荷包山的工作站 我們可以很了解在其他地方 不能了解的咖啡的故事 比如說我們看到這個表 我們可以更清楚知道說 台灣真正發展咖啡的時間 並不是只有在1884年這個部分 事實上在清光緒三年的時候 清光緒三年的時候 我們就有在推廣要種植 台灣咖啡的記載 國際英文的台灣咖啡座 這次二、三、二、四、兩天 國所也在處邀請大家來 國際感受到不一樣的台灣咖啡座活動 記者真心、藏寶寶 南瓜扇 南瓜